那我想有些人有聽過 有些人沒有聽過 那是不是請菲威姐 再把她那三個生命中的故事 然後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今天上台有點緊張 而且她 那個 第一次金美會告訴我 而且金美非常好 她在我上台的時候給我一杯咖啡 真的很感恩她 然後我看到那個三分鐘出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結不上了 真的是很緊張 謝謝 上次我們在陳特哥那邊嘛對不對 對 我是在金美那邊 只聽到有一個媽媽 她來金音會 她來金音會只是因為 她把時間挪出來 參加金音會 可是 側邊 側邊這樣了解 她應該沒有再做新法 因為她不相信貨能量 她不相信英國 我聽過她一次在抱怨說 她們的主業為什麼要她承擔 她既然會嫁到這個家庭的 那就是工業了 那她是 後來她分享她又哭了 她是因為她的小孩有癲癇 她有癲癇 然後她畢業的那一年 她剛好她說 不 散 公仔 是 不